大家好,我們是東京走的橋 我是鮑勃 我是文恩 我們來到了青森的下北半島 三天養夜遊啦 我們就出發吧,GoGo 第一站我們從韓管機場搭計程車 約30分鐘來到津津海峽渡輪韓管碼頭 因為目的地下北半島距離韓管很近 對遊客來說,從北海道的韓管搭乘渡輪 90分鐘就可以抵達青森的大間 開始體驗日本東北的魅力 那我們現在這邊呢,是津津海峽Fairy的韓管站 你看後面這艘大船 那這個呢,就是我們韓管道大街的船票 那它座位其實有各種不同的價位 我們搭的是Casual S 大概是3000塊日幣左右 從韓管道大街的船次一天兩班 早上九點半以及下午四點 我們搭乘的是下午半次 其實搭這個船啊,除了人可以上去以外 其實車子也可以上去 所以如果你開車到北海道的話 想要去青森玩的話也可以搭這個船過去 這個Terminal這邊有賣一些北海道有名的物產 我們搭的是這艘大韓玩,Let's go 這就是我們的位置 Casual S 大概3000塊的位置 有點像那個新幹線的那種感覺 你的位置其實還蠻舒服很大的 對啊,而且我們在這個空間 算是一個小包廂的那種小尊榮感 在在在在 休息 那我們接下來就在這個群場 就是一公尺大韓,我們上面的大台有什麼東西吧 哇,我們的那個 Casual S一出來就有一個 小麥店 再往前就會經過標準艙的座位 那這邊就是Standard 系的風景 它就是沒有椅子 所以給你一個看大同步的地方 然後,但是我覺得景色還不錯 可以看到海景 再往前就來到甲板空間 想看風景的人可以上二樓的甲板 我們有寵物友善的休息室喔 那我肚子餓的話 船上有賣一些簡單的食物 像沒有很多泡麵啊 然後咖啡飲料等等都有喔 這邊連冰淇淋 水、茶 然後還有大家最愛的 啤酒類的也有 90分鐘的乘船時間 聊聊天看看風景 一下就過了 好,我們搭了一個半小時的船 那我們終於來到青森的大金囉 那我們在渡船頭 大概搭車五分鐘 就來到今天下山的地方 叫Sung Hotel 我們現在就來Check in我的Hotel吧 我們就在房間休息一下 然後再過了大概十五分鐘 就要下去吃晚餐啦 我們晚餐的擺盤 真的超豐盛的 你看這邊 應該是鮪魚 干貝 炸物 毛豆 焼鳥 哇,真的是太豐富了 那這個就是大間的黑鮪魚啦 超級新鮮的啊 新鮮的就是 好吃好吃 哇 哇,這個油花 肥厚,好吃 太棒了 好啦,吃完飯啦 明天還要早睡早起的 對啊,現在大概八點多一點 然後我們再過八個小時 四點就要起來去釣 我們應該人生第一次出體驗的一本釣 黑鮪魚 期待啦 各位玩囉 掰 好,那我們今天早上呢 就是從飯店搭乘這個 算是一本釣的專車 然後要前往釣魚啦 我們就是要航向 這邊的大海啦 耶 耶 這應該是我第一次 然後要搭這種類型的船 出去外面海調 還蠻興奮的 哎呀 登船 登船 那其實有點恐怖 對啊 對 登船 登船入港 登船 這個上面有一個電動的馬達 去把這個鮪魚整隻拉起來 如果釣到了的話 釣上來 放到這裡 就完成了 我們現在要出航啦 然後就說在 漁船行駛的時候 盡可能不要站起來 不過就會很容易掉到水 梅月漁船非常的慌 所以我們只要有地方坐下來 然後靜待 黑鮪魚的地方 Let's go 早上 船上的風景超好的 哇 大間真是天氣晴朗啊 我突然覺得你這樣很像那個 Cost Guard 就是 海巡署應該戴個帽子 而且這個讓我看起來超壯的 而且你穿這個 剛好很像那個 警察的那個制服 好對不對 說實在話蠻緊張的 我們現在人生 第一次不是吃鮪魚 而是抓鮪魚 然後魚都撈不到 啊 魚撈不到 然後半個小時 我感到就是手有點 這繩子被拖走的感覺 然後聽聲納的判斷啊 我好像已經釣到了 鮪魚了 緊張刺激 所以接下來我要做什麼 其實我也不知道 其實我們 釣啦 雖然是這樣釣 但其實我們還是以聲納來辨別 鮪魚的位置 那就現在看起來 鮪魚還沒有 還沒有到 那如果鮪魚到的話 整個聲納就會變紅色 代表說就是 準備要釣大魚 我沒有想到現在釣魚 這個科技這麼閒緊 真的 直接聲納探測 對啊 大家知道嗎 就是大間的黑鮪魚 又成為黑鑽石 所以我們在這邊 撈到的 釣到的鮪魚 就會被送到豐州 或駐地市場 然後在那邊的時候 價位就變得非常非常貴 現在聲納探測到鮪魚了 然後 還在水下20米的地方 那就是釣黑鮪魚也是精彩的行程 但是有時候也會有點不良 因為 有時候快的話 是兩三分鐘就可以釣到 但是呢 自從我現在 把剛剛魚丟到海裡面 其實已經過了大概十分鐘 都還沒有任何動靜 由於我們在這邊等了一陣子 沒釣到 所以現在 決定要換地方 然後把鮪魚給回收 這可能跟大家想像中的釣鮪魚不太一樣 對 不太一樣 只是看到你一直在拉東西而已 對 哇 我們在這個海上 大概混了兩個小時對不對 對 但是 我們試了三次 跑了三個地方 結果呢 一條鮪魚都沒有釣到 真可惜 對啊 所以我們其實也看得出來 漁夫這個行業還蠻看運氣的 真的 那我們現在就看著海景 然後 回到我們的陸地上吧 哇 看海景還是超美的啦 好啦 我們要下船啦 三個小時的戰爭 結果還是人類失敗了 沒關係 昨天 有釣到很多 我們趕快上岸去吃 對 我們現在要前往一個在岸邊的神社 這地方叫做大間道合神社 那這邊以前有連續 多拉馬 就是連續去取材過 那我們剛剛發現大間道合神社這邊還蠻特別 就是 那剛剛裡面的倉庫啊 有放了媽祖啊千里眼三太子那些 然後好像是因為這邊的這個道合神社 它跟媽祖有點關係 所以它每年其實也會舉辦像台灣的媽祖 我們處理的一個處理的一個區域這樣子 那由於我們今天沒有釣到黑鮪魚 或是我們今天來的時間有點晚 所以就沒辦法看到黑鮪魚在這邊被處理喔 那黑鮪魚就是被裝在這種母鄉被送去風舟等等的一些魚市場 終於到了吃早餐的時候啦 我們來吃一下就 喔 溫足 我們吃了這家店啊 大家可以看到它這邊的黑鮪魚 好像曾經是世界第一拍賣價格 來到了一五千萬日幣 超誇張的 這裡有死溪站買的社長 感覺那個創紀錄搞不好就是它拍的 有可能 對 它每年都要就是用高價買黑鮪魚 這一條就是剛剛的一億五千萬的黑鮪魚啦 果然是死溪站買的社長 買下來的 那這邊啊它的黑鮪魚定時啊 哇 看起來超好吃 而且我覺得價位啊 跟東京比起來真的是便宜的很多 大概都在 都在三千四千左右 所以來這邊一定要吃啊 好啦 那我們在這邊吃 算是早餐吧 我們的早餐定時呢 可以吃到鮪魚的各種不同的部位啊 比方說像是它的胃啊 然後還有它的心臟 那除了這個以外呢 我們今天的重頭戲 就是鮪魚的三色啦 只有赤身 中腹跟大腹 好 那我第一口就來試吃一下 烏頭肉吧 哇哦 好一口飯 哦 太爽了 最完美的早餐 幸福 這應該是我第一次吃鮪魚的心臟 吃吃看 吃吃看 超Q耶 我以為是粉粉的感覺 但是吃起來好吃好吃 哇 而且完全沒有腥味 我們現在來到夏北半島國定公園大尖祺 那這邊呢也是北緯41度 本州最北端的地方 那你要怎麼證明你來過本州的最北端呢 你可以到這些 特別就是 算是物產 他賣物產的地方 你可以拿到他的 道卓證明書 像這個觀光所對面的土門商店 除了賣土產之外 也就有賣剛剛的道卓證明書 本州最北端的油桶就在這邊啦 而且你旁邊還有 應該是 可能是本州最北端的自動販賣機啦 然後這個是 烤章魚餃 這個是烤章魚餃 在海邊吃海鮮最爽啊 那我們坐巴士大概二三十分鐘左右呢 我們來到 阿爾薩斯京青海峽文化館 在國家期間 MERCI 最新推薦是 這是海峽 My museum阿 算是博物館有介紹一些這邊附近的封土民情 我們一進來就看到一台超大的山車 對阿 這種山車是不是通常在那種地區的祭點還蠻常見的 對還有那邊的那個睡魔祭的吧 我猜 對 你有來過親身的睡魔祭對不對 有他有三大睡魔祭 我沒有看到最大的 但我就看到其中一個 我們現在來到了三樓的展望室 距離搭船還有點時間 我們就能喝杯咖啡遊者的休息一下囉 我們剛剛在阿路沙斯休息了一下之後 接下來我們要來搭這個 Hotoke Gaura的遊覽船 我們坐了三十分鐘的船 看了船上的美景之後呢 我們現在來到Hotoke Gaura 我們在這邊可以三十分鐘稍微散步一下 原本以為這只有單純坐那個遊覽船 然後沒想到它到達這個岸上之後還有散步的時間 而且這個另外抵達岸邊之後的這個地方啊 它的風景真的非常的好 而且它的海水啊超級清澈 佛浦的地形是兩千萬年前的海底火山噴發 形成綠色寧灰岩的懸崖 並且歷經長時間的氣候 海水侵蝕 形成蔓延兩公里的特殊岩石塊 岩石塊被命名為各種佛名 所以這個地區總稱為佛浦 所以這邊的特色就是它的地形很特別 它同時有這種就是有點類似沿岸之外 然後有那種很高聳很獨立的石頭 然後就是如果你人來這邊拍的話 看那個比例池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它那個高度真的超高的 我們在這邊散步了大概四十分鐘 差不多 接下來就要回船上 然後回到出發的地方啦 那我們就前往今天的最後一站是一個露營場 我們就要住小木屋囉 我們現在來到我們今天晚上要下它的 院掛公園的小木屋啦 就是我後面的這五棟 超幸福的耶 我們兩人獨有一間小木屋 超棒而且挑高 超高 那我們來幫大家介紹一下這小木屋有什麼東西 它的廚房 其實不錯耶 就是如果你有自己準備一些食材的話 這邊有吹飯機 然後它的那個瓶子啊 杯子啊也算蠻多的 那其實這個是給大概六七個人住的 所以它給的F동其實算蠻多的 F동就是類似床墊加棉被的組合 先進來這邊看 哇哇好大喔 它給你一個小便斗 然後把桶 然後還有就是蠻大的浴室 跟可以泡澡的地方 接下來帶大家看一下我們小木屋的二樓 它樓上蠻特別的 它是通鋪的形式 也不是通鋪啊 就是上下鋪 對 然後再過來這邊也一張上下鋪 對 然後之外這邊還有兩個 兩張床 所以應該是睡六個人 這挑高感覺不錯齁 感覺家庭座會超喜歡的 那我們準備要來吃飯啦 BBQ 哇好久沒有BBQ了 哇他們很貼心的 把我們每一個人都準備一個人份的量 所以就不會在那邊搶來搶去這樣子 好我們就來加這個 Ahijo Oil 應該就是 其實就是橄欖油的意思 這其實超越我想像 我剛剛以為就是普通的烤肉 也沒想到竟然烤的這麼 異式料理的感覺 對啊 這道我不知道它是西班牙還是異式 但反正它就是用橄欖油下去 把這些料通通都就是 有點類似烤熟或煮熟的感覺 我吃起來是還蠻香的 但是我現在手已經快要燒起來了 超棒 是不是夾肉對不對 對因為它這火超強 好 那我們接下來 因為我們的Ahijo已經差不多了 然後我們接下來就烤我們的Baket 也就是法棍 法麵 吃吃一下這個Ahijo的蝦仁 大家吃的時候要注意 這個非常非常燙 超級燙 因為它是用油下去 類似燉或蠻燜熟的這樣 所以它沒有冒鹽 但是它真的很燙 它超燙 這個蝦子 滿新鮮 滿Q彈的 然後再加上那個 乾燙油的香味 好吃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來烤牛排囉 哇 這個肉超大便的 超爽 好啦 吃吃看這個 韋安烤的燒肉 好吃 還滿爽的 還滿爽的 那我們今天的行程就到這邊結束了 那我們大家明天第三天見囉 晚安 拜拜 大家早安 現在就是第三天囉 今天天氣超好的 那我們就來公園這邊 配著海景 來吃早餐吧 那我們今天的早餐是滿豐盛的 還有這個 可頌三明治 楊式的 跟這個 鹽海苔鹽飯糰 那我們現在就坐車前往今天的第一站啦 好 我們剛剛大概 開了一個小時的車 然後從海景一路已經開到這個山景的地方 所以我們現在這邊稍微健行一下 呼吸一下 這邊 甜甜的 乾淨的 空氣吧 然後順便講一下我們這個地方叫做 澳藥岩修井公園 哇 沒想到見到這麼自然的地方 真的很棒 天氣涼涼的 真的很讚 我們現在來到澳藥岩修井公園的免費煮湯 這邊也有餐廳喔 然後泡豬湯 熱嗎 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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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邊我們如果是冷一點的時候來 應該會更舒服 爽爽 這邊看雪景 然後泡豬湯 他如果有多一點時間的話 可以來這邊 夫婦河頭溫泉泡湯喔 那我們趁現在溫泉沒人 帶大家看一下溫泉的樣子吧 哇 這個 超棒的這裡 那我們剛剛泡完足湯 腳稍微休息一下 現在繼續散步吧 走吧 我們現在走的森林這一段啊 我們現在走的森林這一段啊 以前可能是有 比如說林業的發展之類的 因為 看到地上啊 有鐵軌 以前這邊應該是有小火車 我們中午就來下北名產Center吃飯囉 那我們中午就來吃烤海鮮啦 那這邊的海鮮啊 都是今天現抓現補熬的 所以其實生吃也可以 然後稍微烤一下吃 也是味道絕佳啦 超好吃 我們來吃炒蝦 那剛剛那個店員說啊就是 你可以連著皮吃 或是你把皮剝開也可以 所以我就 留一點皮 然後 接吃它的肉 看看 喔 嗯 感覺肉非常的緊實 再來吃看看 帶皮的 啊 帶皮的不錯 這個是我第一次看到的 烤海螺 那麼吃完飯來 帶大家逛逛夏北的物產中心喔 哇 這邊還有一些睡魔劑的這個 藝術品 來青森一定要買就是 蘋果汁 來青森就是要喝青森的蘋果汁啦 我們來這個 喝這個超貴的一瓶 500塊的青森雪藏 Apple Juice 來喝這個青森雪藏蘋果汁 然後它這邊有寫是 甘胃四酸胃一 所以應該是偏比較甜的 哇 香 嗯 哇 哇 彷彿在吃一整顆的新鮮蘋果 而且 你看它這個 顏色就是這樣 是沒有過濾的 所以那個濃濃的 你可以喝到一點那種 蘋果渣的感覺 讚啦 那我們現在來到 Milk工坊 Bong Sub 來吃冰淇 那這邊很多重機啊 這邊很適合當 就是重機公路旅遊的一個休息站喔 好 來試吃一下我這個 牛奶的義式冰淇淋 哇 簡直就是在喝牛奶耶 聽說這家是青森的 Top 就是冰淇淋 超濃郁的 那個乳香 喜歡牛奶的人一定會超愛的 我是Milk & Moc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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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ffe 濃郁好吃 讚 以上就是這次 夏北半島三天養的遊樂 希望大家喜歡這次的影片 那我們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 掰掰